这是G009 圣吨甲安装视频 打开包装的配件就有这么多 配件比较多 安装的时候 看一下这个视频 先找到这几个配件 这两个支腿 一边一个 放好 然后再找到这个配件 还有这个衡量 衡量这个位置 看好这个地方 中间是有个这个东西 能看出来 好 下面安装一下 衡量是在中间 然后这个配件呢 在这个窜里 这个是放 放钢铃杆的 就是自由钢铃杆 可以拆到这里 用的 放到另一边也可以 我这个安装的就放这边 螺丝 选择这种 比较近一点拍下 这个有个方形冷角的 这个孔 看这个孔 这个孔如果是方孔的话 就用这个带棱角的螺丝 把这三个地方固定起来 就可以了 这个安装好之后 就是这样 这头呢 用一个螺母 一个垫片就可以 我这个就没固定 然后这头呢 不用垫垫片 它就是 这个螺丝 能正好插进去 它里边方孔 能正好卡住 另一边 这个外面 加一个铁片 加固的铁片 这个就是这种铁片 它有长的 有短的 你就用适合的 那个螺丝孔弄 对上的就可以 然后下面安装第二步 然后安装这一步 拿这两个背铁 这两个背铁 它这个方向不一样 拍下 这里有个大的圆孔 我觉得这个小大 大的这个圆孔呢 是朝外面的 就在下面 然后这有一排 这个火圆孔 是朝前面 这样放上去 放上去 然后下面这里 有一排的小孔 两排 前面一排 后面一排 这个小孔 是调节这个 史密斯杠铃杆 和后面 滑轮绳子的距离用的 如果身材不是太高的话 一般一米八以内的话 装在最后一个孔 或者是倒入第二个孔 都可以 这个根据个人使用吧 后期也可以调节 我先把它装到 就是最后一个孔了 螺丝呢 还是用相同的这个螺丝 因为它这个孔是方形的 就用这个螺丝 然后两边固定上就可以了 然后找到这个配件 加两个长的铁片 加两个长的铁片 这个铁片就在这里 这个铁片就在这里 螺丝呢 还是用这个螺丝 然后下面 这个铁片 就在这边 穿上 这里边有两个螺丝 不接下来就可以了 安装好之后呢 安装这个配件 这个呢 这个杆子 这个圆孔 是朝前的 看这个走向吧 这个手球螺丝呢 和这一排小孔 是在一个方向 然后呢 这个圆孔呢 最下面有一个小孔 最下面这个小孔 是安装泡桶用的 是在最下面 然后这边是朝前方 这个地方 具体安装的就是这个地方 在这里 螺丝呢 这种要用另外一种 内溜表的螺丝 它这个地方 有个小孔头上 用这种带小孔的螺丝 然后这边穿过去 一个螺母 把它给固定死就可以了 这边装好之后呢 这个螺丝呢 暂时可以复固定死 然后拿这个石油丝 这个钢银杆 这个先放这里 然后这两个是轴盘套 这边这个方向 你看它这个位置 是朝外面 这样的 这样套上 然后这个东西 这个是安全保护挂钩 然后这个地方是一个螺丝 把它固定起来的 就这样 我可以把它挂上去 然后这边是一个椒皮 椒皮椒在上面 放着 这个安装的时候呢 先 然后这个钢铃杆 钢铃杆 这个头上 一头有孔 螺丝孔 螺丝孔是朝下的 安装的时候可以先这样装 简单一点 先把这个 按到上面 然后 然后这里再放上这个椒枪 放上这个挂钩 装上之后 下面一个孔 正好穿进去 然后这边也是一样 装好之后呢 找到两个小螺丝 找到两个小螺丝 这个短螺丝 这种短的螺丝 在下面 固定到这个杆子上 一边一个固定顶就在一边 然后找到这两个配件 这两个配件 上面四个滑轮 先把这个滑轮可以装上 这滑轮呢 有两种 一种大的有四个 一种小的有很多 下面是用小滑轮 螺丝呢 就用那种内六角螺丝 就是油盆的那种 短一点的 就是刚刚后床就可以了 一边装一个 把它装好 装好它滑轮是朝上面 然后是这个位置 这个地方 它多出来 这个东西 这个是在前方 这个是引体向上的 就是这样做 就这样 可以在下面 先把螺丝把它给固定上 螺丝呢 就还用那种方形龙角螺丝 然后两边 各加一个铁垫 把它给固定死 固定死 固定上就好了 这个装好的 在下面就是这样 然后要把它放到上面去 然后先要对上 这个孔 这个孔 我们那个螺丝孔的安装 是最后一个的 这个就最后一个 然后呢 然后呢 这个放好之后呢 可以先固定一个螺丝 就头上这里 可以先穿一个螺丝 固定上 固定一个螺丝之后呢 它就不会说掉下来 螺丝呢 和下面用的螺丝是一样 然后呢 这个上面没有螺丝 不用固定 这边呢 要固定 这边还是用那种方形螺丝 两边穿上就行了 这样固定上就可以了 然后找到这个配件 这上面呢 前面的螺丝固定了 后面螺丝没有固定 后面螺丝固定的时候 要把这个东西放上去 按到这个螺丝是进一个位置 显示在这边的地方 螺丝呢 还是用这个 带方形螺丝固定的螺丝 把它给穿上去 等于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我拿这边 这三个是呢 是用的是同一个螺丝固 固定在一起 就可以了 这个安装好之后呢 然后按到这个位置 找到这个配件有两个 上面是两个螺丝 然后在侧面有两个 侧面这个 然后加一个铁片 然后螺丝呢 把它给固定好 把它给固定好 这里安装好了 然后这个安装的时候 尽量先把上面这两个螺丝给穿上 穿上螺丝带上一点 然后再穿这个螺丝 就比较好安装一点 这边装好之后呢 就差这个了 这个 它有这个 这几个东西是装滑类用的 是朝下方 然后这个铁片呢 是朝前面 这个是挂钩用的 就是那个拉手什么的 然后呢 它就是在最后面这两个口 这个位置 然后螺丝呢 还是用那个 方向螺丝 然后两边呢 是用那种垩片 而这种垩片 然后螺丝给住就啥 不定在这 然后找到这个配件 放在这个位置 前面再加一个铁片 螺丝还是用这个 带棱角的 就短一点就行了 大家固定上就可以了 然后找到这个配件 这个你看这个形状的 还有这根滑道 这滑道 这有个螺丝孔上下 它是左右的 对照下面这个螺丝孔 这个先把它套上去 它这个角度是这样的 这个上面有个螺丝孔 螺丝孔是朝上 然后这个是朝后面 把它给穿到这里 然后下面呢 用一个螺丝 内漏角螺丝 把它给横向 固定上 开给它 下面装好之后 就装这个配件了 这个花样 在这里 这个下面先插上 插上这里有个螺丝孔 用个内漏角螺丝 把它给固定上 然后前面这里有两个螺丝孔 就还用那个方形螺丝 这个有个铁片 加在前面 把它这样给固定上 就可以了 好了 现在这个主架呢 大体安装 就是这样 安装好了 已经 然后剩下就是一些小配件 然后这 这些都装好了 装好之后 然后我们现在装 钢丝绳和滑轮 然后找到这个配件 它这个滑轮呢 有四个大滑轮 是装这两个配件里面 先装上一个滑轮可以 这个短螺丝 装上一个滑轮之后呢 它这个装的是这样 然后再找一个长螺丝 长螺丝在这里固定 固定在这样的位置 然后螺母在拧上 就可以了 这个装好之后呢 就是这样 一个滑轮装 然后先把这个下面 这个位置放到滑轮 这是小滑轮 一边一个 刚好之后 拿这个高丝绳 拿最长的这一根 这两头呢 都是这个有个圆球的 先拿这一根 放到这个位置 这个绳子过去 然后把这个球放到这个位置 这个绳子过去 然后把这个球放到这个位置 这个大滑轮的上面再调一下 这个大滑轮呢 上面再调一下 先装一片啊 那一片不用装 然后这样 然后从上面走过来 然后从上面走过来 这个圆球 这后面有个圆 圆球 这个圆球 这个圆球 就下来 像这样 然后呢 这绳子呢 上到这边 到这边 从那边就走过去一样 从那边 从这边穿过去 往上穿 穿过去 然后再拉到前边 拉前边这里呢 然后就把这个球呢 放在这里 然后把这个 最后一个大滑轮给突进去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绳子先这样不用动 可以把它先拉到前面里去 可以先这样放在前面 后面的就这样 直接在那里 然后拿到这两根 这两根 一头是有这个铁环的 一头是没有 这是两根 这两根 拿一根 拿一根 从这边开始 从中央开始 从中央开始 不太容易 先拿铁环这一头 找一个 最短的螺丝 然后图定在这个位置 然后再找另一个配件 这个铁片 有四个 先拿四个 然后拿四个滑轮 再拿两个 一头的 再拿一头滑轮 再拿一条滑轮 再拿一条滑轮 上面就是拉的茶缸 下面再固定一条 上面有很多孔 这个孔是调节钢子风长短用的 我们先把它固定到最下面的孔 先摘下 然后用这个短的绳子 从这里面翻一翻过来 这个角度就是这样翻过来 翻过来之后 这里还有一个滑轮 再把它固定到最后面有两个小螺丝 把螺丝送开 把这个绳子进去 把这个绳子进去 固定上去 另一边呢 也是先这样安装 这边和这边安装一样 这边固定在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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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头上也是最头上人画的 也是最头上人画的 这个装好之后呢 要装下一个 然后装这个配件 这里装好之后呢 拿到这个长螺丝 然后有两个这个塑料圈 然后在这个位置 这个滑轮 把这个塑料圈套上 套到螺丝上 一头一半 它是卡住的滑轮 用 这里拧好之后呢 就装这个最短的 一头有个螺丝的这种 螺丝的就在这个位置 拧着下去 拧在这里 这拧上之后呢 把螺丝最亮 切到螺丝的就是这样 拧的最好 这拧上之后呢 这个就从这里穿过来 有一个这个配件 一头是这个配件 然后这个小的这一头呢 就是用个短螺丝把它固定上 固定上之后呢 然后呢 这个先放在这里 这个滑轮 就在上面这个位置 把这个钢子轮弄在上面 然后这样 先放这里 像这样 不用管 然后再装最后一根钢子轮 最后这个钢子轮呢 就从这头开始装 先固定下面 再用这个位置 再一圆圈的雷朵 铁圈的雷朵 然后短螺丝就在这里 然后这个拉上来 拉上来呢 就到这个配件这里了 这里固定一个滑轮 固定一个滑轮之后 然后这个再下来 然后这里滑下来到这个位置 这里再装一个滑轮 再装一个滑轮 好 然后装这个 再拿这个配件 这个配件先装上 就从中间去上面这个钢子层 这个位置 装两颗滑轮 就装一个滑轮 这滑轮一边一个就装在这个位置 就可以了 这个钢子层 从中间这样拉下来 拉下来之后 用这个配件 然后先装一个滑轮 这个位置 然后下面这个位置 再装一个滑轮 然后从这里再到前面这个位置 就最后一个滑轮 就这样就可以了 这个钢丝绳呢 这样就装好了 上面钢丝绳 是从上面两个滑轮走 具体就是这样 钢丝绳的松紧度呢 也可以在这个位置调节 就前面这个位置 这螺丝松开 把这个绳子拉长 它自然就紧了 调节到适合的 那个长度就可以 然后再装一些小附件 然后这个黑色小钢管呢 它是装在这个位置 它是储存钢灯这用的 一头是有螺丝的 然后从这边固定的 它是一边一个 这固定紧之后呢 就用这个 这个夹轮套啊 它有长的有短的 这个位置就有短的 然后穿上去 这里有个顶丝 把这个锁紧 长度有两个 是杠铃杆上用的 一边一个 然后还有短的呢 这个位置 这个到时候用顶丝 把它锁紧就可以 这里 这两个呢 这两个呢 是练菲鸟 拉利用的 地下来的 一边一个 在这个位置 这个长的是练高下来的 这个短的 这个是在下面一拉这个防盘 还有一个单手的 单手拉的 这是提供把手 然后这个是杠铃花架 自由推举用的 这个是保护杠 这个呢也可以装到后面 装到后面 就是这个 这个环到最底部的时候 不影响 放到后面 那后面在这个矿内 矿内里边 外面也可以 这个根据个人使用 还有一个配件 是这个 泡桶 这个下面 这两边都有 是这个螺蛳孔 两边都可以喝 就根据自己看 关往哪边 适合就喝了 先把这个配件 放到这里 这里固定上之后呢 然后这个配件 把这两个连接起来一间 连接起来之后呢 这里再连接 这样就可以了 不管是左右 这样的 都可以 都可以用 这个是泡桶的 拉着 然后这个是双杠 双杠就在这 也是这样 和一个 泡垫 还都是一样的 一边有这样 距离安装 就是人家安装好了 然后调节的时候 想说这个 后面距离太短 调节的时候 需要把这个螺蛳 都要送开 往上面 要去掉 去掉桶以往才调节 调节的时候 这个杆子 要抽出来才行 OK 好吗 那边 要开 它就在这一边 开始 后面 再放一个 后面 过来 后面 含 感谢观看